哈喽 约豆子 哈喽 你好 今天聊聊 其实每部作品都挺喜欢的 要说三部的话 就是最近播出的吧 《猎毒人》 《青春联盟》 《下一站别离》 还有《一出好戏》 这四个了 李云鹏 曹操 邱阳 我觉得都挺生活的吧 都是自己塑造的人物 每个角色都有我身上的影子吧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采访说的一句话 塑造人物的过程就是找角色 也是找自己 尽量让自己跟角色去贴近 贴近 再贴近一些 会有一些清单 比方说天冷了 会买几双厚袜子 要进组了 会买一些保暖的衣服 其中最想推荐的是一款 功能非常强大的手机 华为Mate 20 Pro 因为见到好的景色 美的景色 把它留下来珍藏 非常有意义 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的拍照经验 要拍出一张好照片 构图讲究光线 镜头运用都非常重要 比方说现在我们想远处的风景 那么这款手机有的强大的广巧功能 这款手机 来卡镜头 4000万小速 所以不管是远处的美景 还是近处的一些细节 都可以轻松的完成 是费电 但是不用害怕 因为这款手机的电池续航能力非常强大 可以把各种电压下能够快速的充电 让你的手机满血复活 可以带手机 这款手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无线反向充电功能 这里面有一个无线反向充电 打开 然后把手机扣在这 来把你手机给我 看好了 哎 趁热了 当下比较流行的 就此款手机可言可甜 可以当游戏机 摄像机 照相机 还可以追剧 马上 就会新电影和新的电视剧都要开机了 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